你好,我是昆仑流石,咱们继续开书,前文书啊,咱们聊了这个合同破之战,说是合同破之战呢,不太准确,应该说是啊,这个伯克托领与合同破之战,因为这次战役的本身就不是在一个地打的,这前文书啊,咱们播出去之后啊,就有好朋友就有质疑,说我怎么听说死的不是两万来人呢,而是一万多人, 也有的朋友说是七千多人,我实在没有能力查出他的确切数字,因为有的文献呢,看似非常准确了,开头还是说呀,这富尔丹呢,有这个宁夏八旗两千人,可是一打冲锋的时候,同样一部文献显示的数字就不一样了,说这个将军马尔萨带领三千宁夏旗兵就打了冲锋了,基于咱们所能查到的史料,对数字上的介绍就很混乱,所以说我呀,是比较相信死人, 八旗兵是很多的,为什么呢,因为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,这一次战役,大清国在西北的主力进尸,首先就是宁夏祝防八旗,其次就是索轮营,关于啊,这个富尔丹北陆军有多数索轮兵,这说法也不一, 有人说呢,这个有四百索轮兵作为这个先锋部队,也有人说呀,这个是两千索轮营,可是这仗一打起来就有另外一个数字了,说这富尔丹呢,派这个西米赖,率领一千索轮精兵到东山去接营定寿, 所以说广是一只索轮营,我们都搞不得他到底有多少人的精确数字,既然呢,各个文献都表示着一仗下来西北清军主力进尸,那我们还是相信那个高死亡的数字吧, 必定此外还有另外一个说法,就是此战过后,京八旗是家家春白代孝,其实啊,还别说是高死亡数字,就说只死七千八旗兵,京师八旗,家家春白代孝,这事啊,也是可信的, 因为啊,这个八旗通常都是大家族,咱们原来讲八旗的时候咱们聊过,这八旗啊,哎,这主奴关系,有的褒义呢,虽然抬了急,成了开户其人, 但是如果主子为国捐躯了,这开户出的这个褒义,一样得回去给人穿笑去,您忘了咱们这个书馆,我给您讲过这么一个故事,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松云他们家,他是蒙古整兰奇马拉特士,他们家骑主王爷死了,这哥们啊,从道光爷那儿请了架,跪在骑主王爷家门口,给人家敲鼓迎客,还得披麻戴笑,那这是什么人呢, 一品军机大臣,所以说啊,这其他的家啊,也是如是,所以有好多博主说啊,不相信这一仗下来,精八旗是家家穿白带笑,哎,这事啊,他们对八旗了解不深,哎,我是完全相信的,行了,这仗既然都打成这样了,咱也别在这个死亡人数上过于纠结了, 那么说到这场战争为何就失败了,那原因就多了,首先说人数上就吃着亏呢,您别管是一万二啊,就是两万,最后啊,人家准嘎尔人集结出来的数字,就是有三万准嘎尔精兵, 不光如此,这大测灵敦巴布,还给这一地区的所有准嘎尔人下了命令,第一道命令就是,人人皆兵,除孕妇以外,所有准嘎尔人只要能上马的,都要去禽沙八旗兵,无论老少, 一位侥幸逃回来的清军将领是这样叙述的,贼人里边,如今将没有身孕的富人,打得枪射得箭的,都调下当兵,这个字啊,念挑,挑选的意思,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,因为这个巴旗啊,管选兵当兵啊,叫挑甲,我们家现在这儿的老人啊,管这个每年征兵计啊,还都叫做挑兵, 但是呢,这京八旗没人说是挑甲,都叫挑甲,他说呀,他在往回逃跑的路上穿越沼泽的时候,被后边一位准嘎尔的富人就追上了,虽然这位富人呢,不知道如何杀他,还是一掌把他推入泥沼中,想把他淹死,可是老天爷保佑,他还是跑出来了,那么说导致这一系列失败的主帅富尔丹,他是怎么逃出的重围呢,哎,这个还真有点故事,话说呀, 这是在前两年1729年的时候,富尔丹被雍正皇帝授以静编大将军池率印,带领北陆军出师西北,出师这天,雍正皇帝亲自祭酒送行,这富尔丹呢,哎,在投上马之前,卑躬插箭的跟这个皇帝行了报箭礼,那么说怎么没行这个君臣大礼呢,这会已经是雍正年了,要是这么满族人呢,静官已经很多年了, 一般呢,都得按照中原正硕的礼节来走,君臣之间行这个跪拜大礼啊,才是这个正礼,为什么要行这个满族传统的报箭礼呢,那是因为显着亲呢,那咱们想也知道,既然是君臣嘛,这两个人呢,不可能是互抱肩膀, 这富尔丹呢,一定是单其跪地,双手啊,扶住了雍正皇帝的腰,这雍正皇帝把手搭在这个富尔丹的肩上,行完报箭礼之后啊,这大兵出师,可这大军呢,还没出了安定门呢, 从南边啊,来了一股黑云,再咕噜咕噜咕噜,雷声滚滚啊,这鱼可就下来了,一阵暴雨倾盆,淋着这群八旗兵啊,跟水鸡子似的, 再看呢,坐在战马之上的这位大将军富尔丹呢,哎,可够样了,这富尔丹平时啊,无柳常然,好有美然公之称啊, 非常爱惜自己海下的这一把胡须,让这个鲍鱼一临呐,哎,这大将军样大了,这把胡子七零八落,也打柳了,也敢粘了, 总之啊,是很狼狈,有人说啊,这就是出兵的不祥之兆,那不管他祥不祥吧,天子一声令下还是得出兵, 这不吗,到了伯克托岭,就中了敌人的埋伏,不但如此啊,这大将军昏招频出, 让大军到河通坡去集结,结果把大军置于死地,准个二兵是围剿上来, 就要把这只清军一口一口的吃掉,这一打起来才发现呢,索伦兵不行了,蒙古兵也不行了, 一只八旗禁旅,宁夏住房八旗也被这准个二人杀了一个干干净净, 再回头看呢,就只剩下自己的这只四千几百人的惊八旗队伍了, 这会儿啊,大家倒是想啊,拼拼了吧,打打了吧,反正剩下的都是咱们八旗的弟兄了, 这只八旗兵啊,表现的异常勇敢,最外圈啊,是铠甲兵手持短刃, 后边长矛兵手持长矛,再往里啊,火枪兵,再往里是炮队资重粮草, 区区四千八旗兵以肉身为成员,竟然和这只三万人的准干二兵, 对持了三天三夜,好可怜这大军是且打且对,且退且守,且守且伤亡, 就在二十七日,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,为什么呀, 因为啊,这大军已经退至了哈尔哈纳河的边上了, 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,这哈尔哈纳河过了之后再向东啊, 可就是喀尔喀蒙古的领土了,也就是说是正经的大清版图, 这富尔丹他琢磨了,哎,这大侧零敦多布啊, 你再有天大的胆子,你也不敢越过边境线, 到大清版图再去追击着大清的军队, 可是说呢,咱们呀,先放下这段书, 把这良心的往中间抠口,咱们说一句话, 哎呀,人家有什么不敢追你的呀, 你上人家那边干嘛去了, 所以说呢,咱们以现在咱们的这个领土边界线呢, 为基准,咱们不轻易的给古代战争下这个战争定义, 前两天有朋友提醒我了, 说你得说呀,这个康熙皇帝打嘎尔丹呢, 是平叛战争,你不能说呀, 这乌兰布统治战是一场抗击侵略的战争, 这样呢,对现在咱们的领土啊,不好解释, 说实话要是解释起来也不难, 但是呢,咱们不添那麻烦, 发生在咱们现在领土之内的古代战争时啊, 咱们知道起因,知道这过程,知道结果也就完了, 没有必要去给他定义,定义了也没有用, 因为脚老婆舌头对当下呀,没有任何意义, 得类咱们继续说富尔丹, 这富尔丹虽然觉得这准嘎尔兵不敢越过河呀, 就追击清军,可是呢, 他也怕在这支清军渡河的时候啊, 准嘎尔军队顺势掩杀, 那这可就完了, 就在这会儿啊,身边来了个人, 谁呀, 一位将军明显是新换的衣服, 看样子这个脸呢, 是刚才从河水里呀,新洗的, 虽然脸上有伤, 但是泥污已经洗净了, 大辫子在身后垂着, 宾铁盔已经摘起去了, 身上戴着清朝的棉棺帽, 红顶子红鹰子双眼花铃是垂在脑后, 里边穿着八旗的布铠甲, 外边罩了一件崭新的黄马褂子, 这件黄马褂子富尔丹也有, 不过这会儿呢, 没穿着估计早跑丢了, 是出征事实啊, 雍正皇帝给这几位主将的标配, 书中代言这是谁呀? 达福, 瓜尔加的达福, 是这位主将富尔丹的足弟, 怎么着, 您没听过这人吗? 哎, 您没听过呀, 是因为咱们没讲, 不是漏讲啊, 我是单等这会儿再说, 雍正五年的时候, 大军出征, 哎, 这达福啊, 是反战派, 他给这雍正皇帝写的奏章当中, 有一句话就点明了中心思想, 这奏章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, 彼得诸头目领心, 我数千里远攻, 彼笑死之势不可, 他这个奏折当中说的彼啊, 说的是新任的准盖尔大汗, 就是嘎尔丹侧陵, 他说现在的嘎尔丹侧陵, 虽然刚坐上汗位, 但是啊, 像什么小侧陵啊, 大侧陵啊, 等等等等, 这些准盖尔部的诸将啊, 都非常信服他, 那可谓是一呼百应, 咱们并管是拨多少军队去攻打准盖尔韩国, 都是劳师动众的去远征, 并且咱们这次远征的目标是一群呢, 团结一心的人这事不好干, 那雍正皇帝这会儿啊, 他打定主意了, 他吃了秤妥铁了心的, 一定要攻打准盖尔韩国, 所以他听不到这种意见, 于是啊, 他就让这位达福, 瓜尔加的达福, 随军坐了副将, 跟着傅尔丹是一同出征, 那有人一听这达福姓瓜尔加, 那这岂不是和这个大将军傅尔丹是一家吗, 没错, 就是一家, 这傅尔丹是达福的足兄, 贴起这达福啊, 您可能听着耳声, 没听说过, 可是他爷爷呀, 那简直是如雷贯耳, 没有不知道的人谁呀, 世袭一等成用功, 康熙年间权清朝野的辅政大臣, 欧拜, 欧少保, 那么这会儿他穿着崭新的黄马褂子, 来见傅尔丹干嘛呀, 他是找这位堂兄请英来了, 他说我现在身边的还有三百人, 都是跟随我出生入死的八戚将士, 这呢, 有营里的兵, 还有我家中的家奴, 总之不是袍泽就是家人, 我愿意领着我这三百人断后, 您领着大军呢, 渡过河去, 赶快撤到科普多大营, 那这傅尔丹一听这话呢, 肯定是非常感动, 首先呢, 这哥俩有亲情在, 是足兄足弟的关系, 其次呢, 这三百人真的留在河边阻击蒙古追兵啊, 那肯定是回不来了, 这傅尔丹呢, 刚要劝这个达夫两句, 达夫说哥哥您也别劝了, 我意已决, 说这话一缕自己的辫子一刀就把辫子割下来, 交给傅尔丹的手中, 说您把这个东西带回北京啊, 帮我埋在北京吧, 手下三百勇士是纷纷效仿主帅, 割下辫子交给战友, 让他们作为遗物带回北京, 这三百勇士又回头渡过了哈尔哈纳河, 在河对岸, 等待着追击的准盖尔骑兵, 没过多久准盖尔骑兵追到, 人家早就看明白了, 这三百人呢, 就是断后的, 掩护这个大军撤退, 那还等什么呀, 冲锋吧, 就这三百八骑兵啊, 竟然跟追击来的七千准盖尔兵, 周旋了一天一夜, 最后啊, 只剩下一百来人了, 这准盖尔人也明白, 看指挥这三百人呢, 一看就是个大官, 头戴双眼花灵, 身穿黄的褂子, 他们决定啊, 射马不射人, 要活捉这位主将, 可是达福啊, 没给他们这个机会, 换马在战, 手持双刀, 在围困之军当中是杀出杀入啊, 指书所载, 栗战赴沙迪千鱼, 墨于镇, 死了, 死在镇前, 死得很英勇, 一点都没辱没了他祖宗, 满洲第一巴特鲁的威名, 那说完了英雄, 咱们再说这富尔丹, 这富尔丹呢, 带着手下的两三千人, 渡过了河, 正准备, 往科姆多大营撤退, 把资重权留到的河对岸, 他是想啊, 这帮准男人没见过门, 抢了钱和资重之后, 也就不来追击了,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, 这会儿这准夹尔兵的最高统帅, 大侧灵敦巴布, 对这些清军呢, 已经下达了悬赏追杀令, 提一个八旗兵投来见者呀, 赏银十两, 活捉一人赏银三十, 捉住这个清军降临者赏, 二百到两万两银子不等, 那在这些准夹尔人眼里, 这满山遍野逃窜的是清军吗, 那简直就是银票, 连士兵带民众加起来六万多人, 呼噜的一下子就越过了哈尔哈纳河, 这帮人还管你是不是卡尔卡蒙古的境内, 漫山遍野的逮银子完了, 这一下子清军又损失了不少, 直到七月一号, 富尔丹逃回了这科姆多大营,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边, 稀稀拉拉的又回来一千多不到两千人, 整个战役以失败告终, 雍正皇帝事后还算明白, 重重的赏了有功之臣, 对这个阵王的将士是大大的抚恤, 让达夫的儿子习了一等功的爵位, 大家的目光可就都集中在这主将富尔丹的身上, 出人意料的是啊, 这雍正皇帝还就真没追究这富尔丹的责任, 雍正皇帝认为河通破一战的失败啊, 首先就是索伦人不肯用命, 蒙古人呢临阵脱逃, 这样才导致了这场战争的大败, 至于这主帅富尔丹呢, 军前效力赎罪, 暂不革职, 这富尔丹呢也是知道自己罪孽深重, 两次上书情死都被雍正皇帝拒绝了, 并且这雍正皇帝啊, 还解下自己的腰带亲赐给富尔丹, 让他不能轻声留得有用之身, 有朝一日还要报效朝廷, 那么雍正年的对准战争, 清军就这样败了不成吗? 那倒也不是, 明天咱们就要讲一个这清军呢, 打翻身仗的故事, 咱们明天就要讲这个光显寺大劫。